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記者會 台上有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和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余慧寧醫生 我們先請張醫生講講今日最新的個案 我們昨晚確診了25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9051至9075 這25宗個案是十七男八女 年齡是27歲至96歲 有8宗在臨時檢測中心找到的個案 那25宗個案有3宗是輸入性個案 輸入性個案就是9072 就是由印度抵港是第十二日的樣本 它是之前在12月24日 是搭QR818到港的 接著9074就是在埃塞外比亞到港的人士 就是1月3日坐ET3614 是那些空中工作人員的 9075就是… 在俄羅斯亞到港的 是坐EK384 1月4日到港是海原來的 另外那22宗本地個案 有7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15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其中一宗就是… 是將軍澳南田隧道的工作人員 他就是在檢疫中心確診的 另外有兩位就是… 將軍澳南田工作人員的那些… 緊密接觸者、那些朋友 另外還有12宗就是… 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另外昨天佛教醫院的 在同病房的初步有性個案 確診了的編號就是9052 另外在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之中 其中也有一位個案是9059 就是… 她是在九龍王大仙 香港心理衛生會的艾寧樓的住客 她在那裡居住 也有37名跟她一起居住的人士 因為她們大家都除了在房間裡居住 也有在廳那裡一起吃飯等各樣 所以有37人跟住的人士 都送了去檢疫中心 另外她們是送了去薄庫林的 另外就是… 在大廈來說 我們今天多了一個大廈 是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就是馬鞍山縱安村的縱寺樓 這裡就有兩個單位 有兩位人士 那就是不同層數不同方向的 那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謝謝 請余醫生 大家好 直至上午9點鐘 在過去24小時 醫管局系統錄得情報個案39小時 直至上午9點鐘 在過去24小時 再有多一名公立醫院病人離世 這位是一名95歲的確診女病人 編號是7053 這位女病人在12月6日入住馬加烈醫院 其後確診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 接受隔離治療 病人在12月23日康復 獲得解除隔離令 在12月28日轉去北大嶼山醫院繼續治療 而病人本身是有長期病患 近日情況轉差 在昨天的下午1點鐘離世 連這個個案 至今一共有150名公立醫院病人離世 在過去24小時 再有多74名的確診病人康復出院 至今一共有8200名的確診 及一名疑似病人康復出院 現時有665名的確診病人 在22間醫院 及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留意 其中43人情況危殆 44人情況嚴重 578人情況穩定 現時負壓病房病床的數目是1261張 使用量是60.8% 而負壓病房的數目是691間 使用量是69.8% 另外報告在屯門醫院 有一位核子醫學部工作的放射師 是初步確診的 早前不舒服 在1月4日去私階診所求診 做了胸後退役的測試 在昨晚出了結果 是初步陽性的 這位放射師 最後一天上班是12月31日 他的職務主要是在核子醫學部 進行一些放射診斷的工作 就不需要入一些高風險區 工作時候也有一些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屯門醫院就做了接觸追蹤 這位員工曾經跟另一位同事 都有吃過飯 會被列為接觸者 是需要安排檢疫的 屯門醫院已經安排了相關的地方 進行徹底的清潔 我回報到這裡 好 現在是提問時間 麻煩大家在發問之前 先介紹你代表的機構 前面這位女士 兩位你好 有線電視的 首先想問 見到今天確診的數字 就是去到25宗 其實是否都可以理解 疫情已經開始緩和了 已經開始受到控制 還有就是想問 那三宗輸入個案裡面 有沒有涉及一些 英國的變種病毒 還有今天預算的數字是多少 還有第二樣就是想問 黃大仙的心理衛生會 那位住行 其實她本身是找到一個源頭呢 就是她有沒有說 離開那個院舍 她是在哪裡受到病呢 第三就是想問 那個馬安山需要 強制檢測那棟樓呢 那兩戶人 她本身是認不認識 或者是她們是有沒有感染的 那個源頭是否找到 謝謝 今天有初步確診 暫時有二十多宗 數字來說 就是有緩和的跡象 雖然我們那個 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還有七宗 還有我們都不肯定 究竟是不是所有社區的個案 都在我們掌握之中 因為有一些個案 可能發病沒有去看醫生 或者她沒有病徵 就沒有去看醫生 那這個都是 可能就不是說 只有二十多宗個案 在一個社區 所以我們都是要謹慎 因為有個別的個案 如果是一些特別的場所 有機會是寸播比較多人的 那個在艾寧樓那個住客 她自己有工作的 那她最近就是在西貢 她親戚家裡 就有做一些裝修的 那暫時都找不到一個源頭的 那她又沒有去一些特別的地方 那當然她有在艾寧樓那裏居住 那所以我們都擔心 那裏會不會有一個隱性的傳播 就送了一些其他的居住人士去檢查中心 那都要等了測試才知道實際的情況 馬安山仲安村仲治樓 那兩位人士就不認識的 其中一位就好像在居住工作的地點 可能有別的個案 但另一個就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下一條 後面那位 那兩位醫生你好 平家一部的 想問一下都是艾寧樓那些個案的細節 想問一下那裏的宿舍有沒有一些職員在那裏呢 想問一下有沒有這樣的事 區內的其他院舍有沒有相關的感染情況 另外也想問一下屯門醫院的那位放射師 其實她有沒有一些的感染源頭找得到呢 會不會是家裡感染 或者是院內感染的可能性呢 麻煩你 艾寧樓大概有十位員工 他們因為全世界都戴口罩的 不是說全部都是這樣的接觸者 至於個別有沒有一些這樣的接觸者呢 我們還在了解中 可能有機會是有些個別的 有接觸的人士 有需要定位這樣的接觸者 送入去檢疫中心 因為我們昨天初步確診的個案 去到晚上都有確診 所以昨天就已經安排了一些人士 送去檢疫中心 暫時就沒有說找到其他相關的在那裏的個案 至於屯門醫院那位放射師 她主要的工作都是做診斷工作 就不需要進入一些高風險的區域 工作室也有配戴一些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我們知道她也有家人初步確診 我們也會看看情況 看看她的源頭會在哪裏 下一條 這位女士 看見都有一些輸入過往 請問你哪個機構 NOW TV 看見有輸入過往 今天都繼續有 想知道基因排序會不會加快 因為其實現在可能都要隔了大半個月 才可以識別他們的病毒來源 另外昨天其實就有一個救世軍場 開空社區只能宿舍一個訓練員確診 兩個院又需要隔離 想知道這間宿舍他們的有沒有一些新增的初步確診 另外昨天有三棟大廈需要做強制檢測 會不會都找到一些新的個案 謝謝 根據我和我們法院所了解 專家了解 他們應該都會加快了去檢測一些 特別是輸入性個案的基因排序 因為他們有些可能比較快速的篩查 可以早些知道究竟是否一些變種的病毒 如果有的話他們就會告訴我 但我真的沒有問得很清楚究竟做得多快 應該是會快很多的 昨天那三個大廈都有 也有多一個單位 就是 昨天那三個大廈 比如說 紮豐花園的集民樓 它有多兩位人士 因為它是接觸者和有病徵 就送了進醫院 其後確診 這兩位人士都是其中一個單位的緊密接觸者 另外 就是 寶石大廈那裡 就有多一位是檢疫中心送院的人士 都是已經知道的單位 另外一個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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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市 都是一個確診個案 現在寶石器院大廈 就有 兩個單位 都是兩個單位 不過各自就多了一位人士確診 其中有一個是檢疫中心的 在寶溪院的榮熙角 就是多了一位 一個單位 我昨天說錯了 其實他們之前那兩個單位 都是同層的 不是貼賣 現在都是多了一位 都是同層的 我們 在了解 究竟他們是否認識 因為是在旁邊 這位人士 就是因為他們發燒 所以他們去了急診室 好 下一條 那邊 後面白色衣服 那位女士 你好 港台 想問 今日 英國的 輸入 個案 會不會 都是變種病毒 想看看今天有沒有一些新增的 變種病毒的個案 想看看 其實這是否 反映了一個現象 或者是一個警號 另外 剛剛也有行家 都問到 加快基因排序這個問題 那 預期 會不會 接下來有越來越多 變種病毒的個案 因為現在 其實可能 排序的工作 都可能滯後了 還有會不會 為其他 全球各地的 輸入個案 都做回 基因排序呢 另外 想問 HA那邊 想問 日間服務 72小時 檢測的措施 將會是 什麼時候開始 去實施 還有 想問一下 今天有沒有一些 馬加列醫院 那個病毒群組的 新增個案 第三條 想問 張醫生 想問一下 從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去看 即是 接下來很快都會有年宵 那 會不會都建議 取消這個年宵 麻煩 我知道 我們公共發言所 它應該是 做一些比較快速的 可以知道哪些是 一些變種個案的測試 變成它可能 除了一些輸入性個案 一些本地個案 它們都會做 會快很多 不是說做了整個基因排序 而是針對性 就看看 究竟那個是否 一個 像是英國的變種 還是像是其他變種 那些測試 那今天的三宗個案 就是 一宗是印度回來的 第十二的個案 另外 那兩宗 一個是 美國 Toronto Edge 一個是 洋菜。 另一部 Recovery 有一個 西方Russia 九冠状病毒病陰性的报告那里 我们现在都跟联网沟通了 他们都会陆续续跟病人沟通 只要实际那个执行时间 都要看他们运作细节的安排 但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都会跟相关的同事和病人沟通 如何去做那个安排 下一条英文问题 后面那位 AIAH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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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oday the unknown's cases have dropped to single digit Do you think that the virus is rather contained? Do you see the trend of dropping in the future? Y Radio Do you see the trend of dropping in the future? for the Wang Cai Xin The Mentor Health Association Hostel Is it common practice for them to eat together at a big dining room?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need for guidelines and restrictions for them not to eat together and similar hostels thank you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indeed dropped down to 20 something but this is a one or two days figure we may foresee some fluctuation during the week but over all trend has been decreasing so this is a good signal but still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unlinked local cases in the community so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we have picked up all the cases in the community it is possible there are still some symptomatic cases not being picked up because they did not seek help did not seek medical advice or get test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lso there may be other asymptomatic infection in the community so hopefully the trend will continue then we can see a direct trend and the one that i've seen the the hostel because similar hostels usually they you you can treat them as a big family because it's very difficult for all people i mean people staying at home because this is their home to wear masks for 24 hour they're bound to be some period that they did not wear masks so and during this setting in the past it's very common for for infection to spread that's why we will take precaution and put all of them and under quarantine yeah some english questions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um can dr chuan confirm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trace the close contacts of other close contacts of the covert patients and if so if will there when will such plan begin in total how many disciplinary forces members will be involved and how will the chp divide the contact tracing work with the disciplinary forces and another question to dr chuan would you agree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regulate family gatherings by laws to curb the virus spread and my last question is to dr yu will the hospital authority confirm what exactly is the testing arrangement for day ward patients and when it will begin there's also reports saying that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ill provide um faster tests to some day ward patients um can you clarify who those patients will be and who will be given the quicker tests thank you we are still discussing with the disciplinary force to see how the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how many workers they can borrow to us as for the tracing of close contacts of close contacts uh we consider that um the household contacts of close contacts may be at higher risk so if anyone who has um um a family member who are being put on the quarantine camp then this host contact may be at higher risk because they live together in case the close contact become a case uh so the close contact will uh the close contact of close contact will become a close contact so um it is advisable for them to get tested even now as soon as possible um for the day patients uh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e day patients to have a negative result for covert 19 tests within 72 hours prior to the first scheduled appointment the hospital will uh uh contact the patients to arrange either they uh to collect the sample collection uh bottle to save the deep deep throat saliva or they can go to the um uh government recognized uh laboratory to receive the test and the hospital will arrange the logistics of this arrangement and will contact the patient accordingly regarding the um shorter turnaround test uh we are evaluating some antigen tests and to see whether it can help to um perform on patients who require urgent treatment in the day service center but they didn't have adequate time to perform the covid test before well before the scheduled appointment 下一条 这边这位 黑色衫这位 你好 东发布 首先想问回刚才那个 72小时日间服务 我就是要做西查那件事了 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已经是和不同的联网谈了 会不会有一个已经确实可以落实的日期 还是是不同的联网都会 视乎不同的情况去做呢 另外呢 也想问回一些case就是 刚才提到这个艾玲楼 那个确诊的男院友其实最近有去西贡工作 想问一下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 有没有说多少人其实现在都要送去检疫或者做一些检测呢 另外呢 其实那个中途宿舍其实是在龙吉楼的地下 虽然说入口是分开 但如果未来龙吉楼都出现一些个案的时候 会不会都已经需要可能进行强制检测呢 另外想问回今天保禧院 里面有三个确诊个案是同层 会不会都拿回一些的环境样本 看看其实是否在这个环境里面受感染呢 最后想问回就是 昨天就说到42个强制检测的大厦里面 其实只有85%的人是做了检测 就是想问回就是张医生其实怎么看这个数字 是否还有15%的人是未做这个检测呢 是否那个法例不够阻吓性呢 而民政总署其实有说他们会严肃跟进 但是我们想问就是当局会怎样去严肃跟进 怎样跟回他们到底有没有做检测呢 麻烦 关于接受日间服务的病人需要安排一个病毒的测试 测试方面呢 其实就不同的联网都已经收到通知了 那有些联网其实他们可能之前有些安排都已经开始了 那有些联网他们都要有一些的调动或者通知病人等等 他们就其实如果这些是准备好了 其实都可以立即去开展 那所以就没有一个或一的开展时间 那都会有不同医院联网的 看回他们的情况的安排 因为那个艾玲楼都是在龙吉楼的地下和二楼 那如果龙吉楼有第二个单位是有个案的话 我想都是符合一个强制检测的定义 所以我都会建议安排一个强制检测的通告 至于在强制检测的执法方面 我就没有详细资料 下一条 那边有哪一位 第二位 两位医生你好 明报 想问艾玲楼的男院友 除了她去亲戚的家里装修之外 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做装修呢 如果有的是什么地方呢 还有这一类中途宿舍和之前我们理解 比如安老院 这些院友可能会去外出工作或者去逗留 中芯有没有建议这一类中途宿舍 会不会是要定期帮一些院友安排做检测呢 第二条问题 想问清楚 刚才说的追踪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问题 其实是否将来都会要求密切接触者的同住 密切接触者都一定要检测 还是只是单纯一个建议呢 第三条问题 想问一下 今天也有一些缘合不明的个案 张医生可否多说一些其他个案 就是他们的职业 或者有什么特别高颜的因素呢 谢谢 因为其实这个艾玲楼的中途宿舍 那些人士虽然可能有些需要住那里 但他们都可以自入出入的 除了他们有上班 也有例如和一些同住的人士 有出国去逛街买一下东西 或者一起吃东西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和其他的院寫差不多 如果是写处的话 是可以安排他们定期做检测的 那我们暂时就未去到很详细 究竟那个接触者 接触者的追踪方式 不过一般来说 暂时就建议 如果你有家人需要接受检测的话 就是同住的家人 那这个都是一个 就是我见其实很多 其他现在的这样的家人 都会自己主动去做自己的检测的 那我们当然都会建议 这个都是一个保护自己的 或者保护其他家人的一个安排 那暂时这个都是一个建议 今天的其他的没有源头的个案 就有些是巴士司机 有家庭主婦 有些是做一些售货的 就是售货的 有一些都是铲车司机 有一些都是铲车司机 都有一些是其他公司的装修 不过就不是传染期 还有有外容 大致是这么多 我没有问到是哪间巴士司机 不过他 GE最新公司 有些是铲36M 麗木树去葵坊地铁 有些是铲2324A 在荃湾西去朗翠��도 或者是32H 是荔枝角去长山泉 还可以认识 下一条 各位女士 医生你好,经济一部 首先想问一下艾玲楼的院友 她在12月29日发病 她是什么时候去到亲戚家做装修 有没有如何找到她的确诊 还有去西贡有没有地址在哪里 还有宿舍的环境是怎么样 里面是否有一个工场 如果是工场是生产什么的 有没有确诊者有没有生产过什么 另外想问一下 HA也是关于日间服务 病人说定期的病人要每星期进行一次测试 是否都是由院方安排 有没有说费用是怎么收 还有首次认诊是否都是自费准备72小时内 病毒检测阴性的报告 还有想问PMH有没有什么新案件 还有环境样本的结果是怎么样 谢谢 艾灵楼那位人士就去西贡的亲戚家 因为私人地方我都没记得很清楚 不是一个公众的地盘 关于日间服务那边的病人安排 无论是首次或者定期要回来接受测试 他们都可以选择在医院帮他安排 又或者他可以选择去私家 或者是政府一些认可的费用所来去做那个测试的 那费用就是如果在医院帮我们做 就是我们医院自己帮我们做就不需要收费了 另外关于马加烈那边呢 我们就暂时没有收到再有确诊的报告 那至于在那个环境样本那方面呢 就医院在那个相关的日间 那个内科日间病房 和一些相关的区域 就采集了几十个的环境样本做了分析 那其中有六个呢 就是检验到有2019观众病毒的 那而这六个的环境样本呢 都是在一些员工的区域那里找到 那有关的地方呢 都已经做了彻底的清洁和消毒了 好 最后两条 后面那位男士 然后前面那位女士 AM730 想问一下你 今天的数字就 其实是不是反映了 随值群组聚集的情况 还是其实是 上个月中开始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就是到今天的数字才反映到呢 有没有一些随值群组 是一个人是这样的情况可以说一下呢 还有就是就着都有消息说 就是政府想进一步 就考虑限制家庭聚会 其实在防疫的同时 有没有可能 就是 就是防疫和跨家庭私人聚会之间 就能够到一个平衡呢 还有 就是会不会担心有些市民就因为 节日期间无法聚会 或者是抗疫太久呢 就是成功抗疫 但是就会引致到其他情绪方面的疾病呢 麻烦你 今天的个案数字就不是说太多了 所以就看不到有几多是认真是组群 就是吃那些 当然就是个别吃饭那些一定有了 就是新年或者是随值的时候 因为不是大大的 大家庭的聚集都有一些 就是个别的吃饭都有些个案是相关的了 那当然现在的数字都应该是反映着 就是我们加强了这个社交距离的措施 各样各个市民都提高了警觉 就是这个数字是有回落的迹象了 这个不是我的专业 我答不到你 最后这位 香港01的 第一都想追问回刚才说的巴士司机 想问一下他最后的上班一期是哪一天 然后都想问回屯门医院 昨天都有两个外判的员工 一个外判员工是确诊的 今天有多了一个好像是房舍师那样 还有他也有跟一个同事一起吃饭的 那想问一下一个一起吃饭的同事 是在哪一个位置 还有会不会有机会整间医院 就是会有什么措施以防医院爆发 第三就是想问回 今天来世的那位7053 其实好像是昨天下午一点钟过生的 为什么是今天才公布 昨天没有公布到 麻烦 我问一下 巴士司机就1月3号开始不舒服了 那他1月3号就是駕32H 在黎智角去涨山村 在1月2号没有上班了 1月1号就是駕334A 在荃湾西去浪翠园 他最后一天上班就是1月3号了 关于屯门医院那位放射师 那本身他就是跟同一个部门的同事吃饭的 那我们本身就都有系列的防止感染的措施 那我们都会有一些治疑人 还有就是有些适合的保护装备 那我们都会提醒同事 在时刻留意这些措施的 那至于关于刚才提到那个离世的病人 因为其实他本身都解除了检疫令 所以那里就有些少适合了通报的时间 好那今天的记者会到这里完毕了 多谢大家 9054 多谢大家 谢谢观看